我们这个能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梨子 梨子的模具呢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它的取模方法 所以呢 模具我们是取好了 这个梨的取模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把它固定好了 我在取这个模的时候 上面这个梗是留着的 一直留在这里的 就没有把它去掉 蜡线可以从中间这样穿过来 然后把蜡线染上色的话 跟它真实也会比较像 然后我们开始做 我今天呢用的是MT的大豆腊 跟58的颗粒石腊各一半 里面又加了3%的70号的微筋腊 如果大家有大豆腊的皮呢 也可以自己做 或者是用你自己习惯的大豆猪辣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调色呢 就先给它调这边的这个黄色 里面的这个黑点呢 还有这个红色都是进行后期上色的 因为这个模具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触模的时候呢 是给它扒开的 所以呢我们把它需要再固定一下 用这个皮筋把它给合起来 这样它中间呢就没有缝了 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定位针 从中间它有梗的那个地方穿过去 穿到这里来 然后把蜡线穿进去 蜡线我们可以用过蜡的蜡线 也可以用没有过蜡的蜡线 然后用千四引一下 上面留一点点好固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进行调色 调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它总体它不是一个柠檬黄的颜色 先调一个黄色 可以稍微再一点点 稍稍再一点点金黄进来 但还是主要是以黄色为主 然后我们进行湿色 湿色的时候要等它液体稍微凝固一下 这个颜色跟最终的颜色比较接近 我们实际上做好的颜色比它颜色还要再深一些 因为它整体的腊液量比较多嘛 比较厚一点 所以还会再深一些 可以再加一点点黄 然后呢我们就等它降温入抹就行了 如果是想要调香的话呢 就可以在85到90度之间 给它加上5%到10%的香精油就可以 香精油加进去呢 要把它彻底的搅拌均匀 大概85度左右 称凉腊液的时候呢 可以多称凉10克左右 它在凝固的时候会进行收缩 如果它表面收缩的话呢 我们把剩下的这个腊液再进行加热 进行二次入膜就好了 二次入膜的温度呢 也需在85到90度之间 然后我们等它凝固就好了 它表面有一些收缩 都有一点变少了 那我们把剩下的腊液呢 重新加热 再次加满 这样呢底部就不至于太凹陷 好 完全凝固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脱模了 把皮筋拿开 然后我们把它扒开 因为我们腊线呢 是通过它前面这个梗 如果这个梗呢没有断的话呢 我们就留在上面 然后我们把腊线直接是剪到这里 后面再剪掉 那这个是我们底部的一个颜色 那真实的这个梅呢 它这边是会有一点红色的 然后会有一些灰色的小点点 然后这个梗呢 它其实我们里面是长了蜡线的 点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梗呢 先刷成这个棕色 然后在这个外面 做一些色的这个小点点 棕色的小点点 实现起来呢 没有那么逼真 只要把整体颜色 我们给它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另外的一边呢 再把它涂成这个红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梗刷一个棕色 我们先用灰色 然后再放一点棕 液体的燃料棕色偏红 灰色偏绿 在少量使用的时候 要把它混合起来 这个梗呢 因为它特别的细 其实我们在脱模的时候 中间很容易脱节的 它只要不掉下来 都没有关系 然后把笔撒干净 它剩下的这一点点在上面 剩下颜料擦到的 从上面沿在中间 然后我们这样的下扫 然后我们用海绵擦 海绵擦在这个纸上要吸一下 不要让它上面有太多的颜色 如果有粗一点的那个海绵孔呢 也可以用粗一点海绵孔 这样它感觉上面这种小点点的那个质感呢 就会更好一些了 然后我们再来上上面的这个红色 可以先取一点颜色 然后在白纸上画一下这个颜色 看是不是想要的这个颜色 如果觉得这个橘红不像加一点玫瑰 把玫瑰加进去有点偏紫 那我们还是要多橘红 大概就是橘红 加了一点点玫瑰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就用这个毛刷 毛刷上面呢就是蘸一点 在纸上吸掉 不要让它蘸太多 然后从这里 先把它大盖的 也可以用可能擦的 那差不多这样也可以 不要插梦这样也可以 完成了 这是 还要插梦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